美国前总统川普 睽違一年时间 在个人X账号发布竞选影片 宣传他将接受X平台老板 马斯克线上直播访问 原定从台湾时间13号早上八点开始 但还没开始就断线 直播延后45分钟才开始 马斯克一开口就怪有人发动网工 先前测试有800万听众收听 但真正开始后 只有约100万人在线上 川普开头就花了大约20分钟 谈论他7月在宾州遭枪击事件 川普又说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丁是好朋友 截止把专访变成抱怨大会 炮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移民政策 还为拜登暴驱 称民主党拔掉拜登 换上贺锦丽市场政变 不过贺锦丽的竞选办公室 也对两人的谈话发表评论 批马斯克捐数百万美元帮川普竞选 还利用X平台散播川普的仇恨发言 根据最新民调贺锦丽在三大摇摆州 密西跟宾州和卫斯康星都领先川普四个百分点 但川普已经在关键中砸大前播广告 还在社群上炮轰贺锦丽造势用AI生成照片骗人 但遭到多家媒体驳斥 华氏王金黄又费报道